你那天撥了嚴又婷的喜餅又秒三 他沒有生氣 對他說還沒有曝光 還沒曝光 你不小心給他曝光 你不知道 他人生最大的一件事 他六月才要曝光 我四月就給他破梗 因為他說他其實有跟我講 那但是因為我就是真的是太太忙了忘記 然後他算是我一個超好的小老弟 我們以前也認識了至少六七年以上 那因為他人家送我喜餅 我其實都會禮貌上的就是把他們的喜餅 PO到我的IG上面這樣 其實不是要不是要爆雷 主要是要就是用我的就是方式去祝賀他一下 然後沒想到爆雷了 然後 他有反應師 他說沒事啊 Keyer哥沒什麼 然後我就是 他只能這樣講 你講的也是 你講的也是 但是後來我有請他跟他老婆說一聲抱歉 然後我還打電話到他的經紀公司 跟他們的經紀人說聲抱歉這樣 對 他有在我們藍隊的群組裡面講 他有抱怨嗎 他抱怨嗎 他沒有抱怨 他就說啊對啊 就不能過關 他洗菜就說你 他就說新聞出來 他就說新聞出來 哇 他滿在意的 哇 有情努力的啦 算了啦 沒關係啦 算了啦 就要再結一次嘛 對 重新再弄一次 重新再弄一次 所以你認識他的老婆嗎 我們不認識他老婆 我那時候還說 蛤 你結婚了 他說對 我說 蛤 是洗菜嗎 然後我也一直以為是洗菜 因為你們之前亂寫 然後他說不是啊 什麼什麼這樣 然後我還沒看過他老婆這樣子 對 那天本來是他跟他老婆要拿喜餅給我 對 但是因為我有點感冒 然後我就不好意思下去拿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那你放在櫃檯 所以我沒見到他 他親自拿喜餅給我 我就格外的覺得對他不好意思 所以我就一拿到 我就馬上PO了一個感謝他這樣子 然後就破梗了 你不但抱他結婚的人 你又抱他過去跟喜菜的那一件 那喜菜是你們抱的 喜菜是你們講的吧 喜菜是你們寫的吧 死定了 好 我不要講話了 好 我們結束了